视频教程第九课Uboot 我们讲Uboot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PC上 就是Windows系统怎么启动的 一上电 首先这个是PC上电 下来就是Bios 要是干嘛呢 引导操作系统 这就是我们的Windows Windows它会去识别出 C盘啊D盘等等 启动完之后我就去启动 这个内容启动完之后 就会去运行我们的运用程序 比如QQ MSN这类的东西 同样的 在迁入室里面呢 也会有 对我们的迁入室系统 一上电 这个对应什么 Bios 我们对应Bootload Bootload的作用也是 引导内核 Windows是识别出C盘 D盘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个称为什么 我们称为挂接 也有同样的东西 不过概念不一样 要挂接根本件系统 这个也是运行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个也是运行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一个嵌接系统的启动过程就这样 一上电 首先是运行Bootload的 Bootload的目的干嘛 是引导内核 所谓引导内核 就是读出内核 然后运行内核 内核启动完之后 去挂接根本件系统 然后 去把里面 运行里面的 根本件系统里面的应用程序 这成为根本件系统 那么我们的Bootload 就跟我们的Bootload 功能是差不多的 拿两个功能呢 它最主要的目的 Bootload的最终目的 启动内核 那我们来先试验一下 在Pateloadloadload的光板上面 System目录下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Uboot 1.1.6 这个压缩包 这个压缩包是从网上下载的 没有经过任何修改的代码 还有这个是补丁 所谓补丁就是 我们在这个原码包上面 做了什么修改 我们可以把这个修改单独列出来 就做成一个补丁 然后我们就发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补丁 给别人就行了 因为这个东西 原码包 你在全国 全世界各地 你都可以从网上下载 就没必要 我们只需要给别人补丁就行了 补丁就比较小一点 既然有补丁 那么就打补丁 我们看一下怎么打补丁 我们首先来讲一下 打补丁 编译 烧写 看一下这个Uboot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体验一下 首先把这两个文件放到 放到服务器上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以前的删掉 然后解压缩 然后打补丁 怎么打补丁呢 用patre面令 然后补丁文件 就这样打 还有一些参数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 所以打补丁 补丁在这里 那么打到哪里去呢 打到哪里去 是在补丁文件里有指示 我们先把这个补丁文件打开 看一下 补丁文件的形式就是这样 减减表示是原来的代码 加加表示是修改后的代码 我们选一个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原来的代码在这里 原来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补丁文件 减表示未经修改的代码 加是修改后的代码 这表示下面列的是 原来代码的34行 总共有6行 从第34行开始 总共6行 修改后的代码 是从34行开始 总共8行 那我们看一下 34 35 36 那显压这两行 加加表示的是修改后的代码 再往下 减减表示原来的代码 对于原来的文件是34 35 36 37 123456 6行 对于修改后的代码是12345678 8行 那显然就多了这两个 多了这两行 这些减减都表示原来的文件 加加都表示修改后的文件 按这个序号 从这里一直数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修改了哪些内容 那么打补丁怎么打 用patch的命令来打 这个从这里可以知道补丁文件是哪一个 那么打到哪里去呢 打到哪里去 在这里面有 在这个补丁文件里面有说明 比如说这里 打到Uboot1.1.6的这个目录下面 board目录 120XX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上面去 那显然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Uboot-1.1.6目录下面了 那肯定是得把这个忽略掉 在当前目录下面 board打到这个文件上面去 那怎么忽略掉这个 第一个斜杠这个东西呢 加上一个参数 -p1 这-p后面加的是一个数字 这-p这数字怎么来的 就从这里来的 忽略掉第一个斜杠之前的东西 这就打好了补丁 我们先写一下 一个是解压缩 二个达补丁 三 我们要编译Uboot了 所谓Uboot它就想 Uboot它可以 它的目的想支持 很多种芯片 很多种单板 那么我们想 先想编译出来 那支持哪种单板呢 首先肯定点配置 第四 它是编译 那怎么配置呢 对我们这个Uboot 对我们修改了这个Uboot 就指引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make100 ask 24x0 config 怎么 这写错 这是编译 直接执行maker 就可以了 打补丁 很好 很好打 pet -p 这是某个数字 这补丁文件 这注写怎么来 看你的补丁文件 忽略 这铺子表示忽略掉那些补丁文件里面指示的 这些目录 这些文件目录 忽略掉第一个或者第二个之前的这东西 然后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已经打过补丁了 现在来配置 然后再编译 它会编译很长时间 那我们就不等待 我们编译出来的结果呢 在这里面有 它配到开发板上光满 在闭目录下面 这个东西就是配置 这是我们编译好的 然后把它烧写到开发板上面去 烧写完毕之后 它会在寸口上 会有优不得的启动信息 这编译挺快的 它编译完了 我们一般来说是在服务上编译 编译完之后 再把它拿到 Windows下面来烧写 当然在 在Linux上也是可以烧写的 在Linux上面也有 一个oflash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烧写 稍等一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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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Ubo的启动信息 在导数计时的时候输入按空格键 就会进入Ubo的这些命令行 这个菜单是我在这个Ubo里面实现的 原本的Ubo是没有这种菜单的 这是Ubo的界面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输入东西回车 输入了这些东西就是Ubo的命令 那Ubo有哪些命令呢 我们按问号或者help 或者help 可以看到很多命令 这些有一大堆命令 你想看一下具体哪个 这些命令的具体用法的话 你就输入问号这些命令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MD命令 你们就有说明了 这就是Ubo的东西 那我们想回到菜单怎么回去呢 这个菜单这个命令是我加上去的 那输入menu就可以 这个Ubo的呢 这些菜单是用来做什么的 它是通过USB来下载 它可以通过USB来下载Ubo的本身 下载烧写内核 下载烧写文件系统 那我们接上那个USB的线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新东西出来 我们要接上线 稍等一会 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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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会 不过 这个我们等会再看 现在这个接线不太方便 这个就是Uboot的东西 Uboot里面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用print看一下 这些东西print出来 这些东西就是它的环境变量 怎么设置环境变量 我们可以用set 比如说这个bootdelay 导数计时 我们把它设一下 这种时看一下 按save保存 然后重启 这就是导数时 这就是所谓的环境变量 我们先说过 我们Uboot 我们之前对比了一下 在pc上一启动的时候是bios bios的目的是干什么 它中级目的是引导操作系统 同样的 对我们的签约式Linux来说 也有一个跟bios差不多的东西 我们就称为bootloader bootloader有很多种 我们现在用的是uboot 它的终极目的 最终目的也是启动内核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不要忘记这个目的 我们把这个目的写下来 既然是启动内核 那问题就来了 对pc上来说 内核处于文件 处于那个硬盘上 那显然bios就是 bios怎么启动内核呢 从硬盘上 读入内核 这个是windows内核 那实际上我们的 对我们的签约式Linux来说是 一般是从flash上 读出内核 读出读出 读出来放在哪里去呢 放到sdlamb里面去 然后启动内核 那显然我们的uboot uboot要实现什么功能 uboot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 要实现的功能 那第一 能够读flash 第二 能够写这个hdlamb 能写那肯定得先 出手hdlamb 第三 启动内核 我们看一下这里 出手hdlamb 是不是出手hdlamb就行了呢 那显然 以前我们 按照我们以前的程序 还有出手啊 时钟 为什么要出手啊 时钟 因为这个我们的开发板 一上电的时候 它是以12兆的频率来运行的 240最大的运行频率是400兆 所以我们得出手啊 这个时钟 还要做什么事情 还有比如说 我们想在串口上 来控制一下 或者观察一下 这些启动信息 那显然这里还有 初始化串口 虽然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启动内核 但在我们开发阶段 在开发阶段 我们想要增加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想加入写flash功能 为什么要加写flash这个功能呢 是因为 我们要启动内核的时候 你要从flash上读出这个内核 那么flash上哪来的这个内核呢 也许是你生产的时候 用烧片机来烧写 但在我们开发过程 我们是这个内核 是怎么到flash上去的 也是我们的Uboot 从通过网络 或者通过USB 把这个内核下载到开发阶段上去的 这个是为了开发方便 我们要写flash这个功能 为了开发方便 写flash功能 网卡 或者USB功能 等等等等这些功能 虽然说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启动内核就行了 但是为了完成我们的开发 我们要给这个Uboot 添加更多更多的功能 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Uboot功能 最终是为了启动内核 既然启动内核 那你肯定得把内核读出来 对吧 那好 这里肯定是 读出内核 从哪里读 从flash里面读 读到哪里去 读到SDLAM里面去 那么之前肯定得初始化 SDLAM 一上电的时候 我们的240卡板 是以12兆的频率来运行的 那这里肯定得初始化 时钟让这个系统跑得更快 那是不是初始化时钟就行了呢 还有什么观看门狗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暂且称为 硬件相关的初始化 或者单板相关的初始化 为了让我们的开发更加方便 我们还要加入其他功能 什么功能呢 比如说 烧写flash 那烧写flash 那内容哪里来呢 可以从网络上来 所以我们要支持网卡 或者从USB来 支持USB 我们想输入命令 根据我们的命令 来烧写这些东西 那命令从哪里输入呢 从窜口 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这是我们为了开发方面 额外增加的功能 Uboot的功能就这么些 说起来很复杂 但Uboot也只不过是一个 单片机程序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单片机程序 比较复杂一点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 这个就是我们Uboot的代码 把它解压收开来 我们从名字上 大概也可以看出来 board应该是单板相关的一些文件 common通用的 CPU是芯片相关的 还有网下 Lib ARM相关的一些库啊 还有这种各种架构相关的一些库 再往下 网卡驱动就类的 Driver 一般是驱动 Driver里面有什么呢 有NAM NAM Flash的支持 USB的支持 还有些CS8900网卡 DM9000网卡 都在这个Driver目录下面 那么这些圆码 怎么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Uboot呢 我们想来分析这个结构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分析Megify 然后下节目 我们要结合这个Megify 来分析这个Uboot的功能 和它的结构 就是分析Megify